唐朝年轻 文宗皇帝喜欢吃海味 沿海地方一些贪官污吏 便以进贡为由 大家收刮民财 城市机会强取豪夺 人民苦不堪言 这一天 宁波城中一队人马飞速冲来 高头大马在街道横冲直撞 有海产的把东西留下 没有的人全部都在 出海捕捞 街道两边的摊贩文言 纷纷面露惧色 芒将正在贩卖的海产交给亚裔 没有上交的人 纷纷被驱赶至海边 出海捕捞 一时间城中人们 七里子散 哀嚎不绝 亚裔又来了 快跑啊 官爷 我们已经没有海产了 老头 拿不出海产 就得出海 快跟我们走 大人 我走了 孙女也没人照顾 会被饿死啊 别废话 不走 我现在就打死你 这一幕被云游至死的观世音菩萨 在天上看见 菩萨脚踏莲花宝座 手持净瓶 开启慧眼 复杀人间乱象 阿弥陀佛 恶力未保一己私欲 不顾百姓疾苦 众生实在可怜 菩萨取出镜瓶中的柳枝 往人间小城的方向轻轻挥去 正被亚裔盘问的老头身边不知何时 竟多了一袋海产 小女孩健壮立马拿出来交给亚裔 我们这里有 请你不要再让我捏远出海了 这还差不多 我们走 一日 一名御厨在挑选渔民所进贡的海产 忽然发出一声惊叫 哎哟 这也太大了 大家都凑上前去 看着这只稀奇的蛤蜊 这蛤蜊壳面浑身雪白 隐约能见到壳内肉质肥美 哇 这么大的蛤蜊 哪里来到 哎呀 立功了 皇上要是吃到这么大的蛤蜊 一定龙心大愿 我们都要升官了 快来劈开 拿去破热 慢着 我看这是一只奇物 不如献给皇上 请皇上定夺 启奏皇上 此乃江南一带 发现的聚宝蛤蜊 事所罕见 恭喜皇上 过此息事之物 唐文宗和满朝大臣 看到如此巨大的蛤蜊 皆感压抑 文宗皇帝向来信佛 觉得此事颇有轻巧 他仔细查看一番后说道 快 照横正禅师 禅师很快到来 他伸手一摸便知道 这个隔离是圣物 禅师走到皇帝面前道 阿弥陀佛 皇上 此乃圣物 请皇上 亲自 扣起查看 皇帝站在隔离前 一手 抚摸隔离 这时民间官吏 欺压百姓的画面 闪现而过 上时间 那巨阁竟然自动张开 射出万道光彩 文宗和大臣们 大吃一惊 观世音菩萨 在精光中显化真身 法相庄严 唐文宗和众人健壮 急忙跪地参拜 唐文宗一听 面色苍白 菩萨慈悲 我知错了 我佛慈悲 经宽恕而等 既已知错 切记不可再犯 说吧 菩萨随着精光 消失不见了 文宗皇帝此刻 翻斩觉悟 立即发誓 永不识阁 并下旨 罢供隔离 惩治贪官 从今后 朕再也不识阁离 各州府也不许进贡 为令者重罚 同时搬至各地 建观音庙 供奉观世音菩萨 后来 此事传到了宁波 渔民知道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度 都感激涕灵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呀 从此 沿海一代渔民 家家供奉观世音菩萨 早晚叩拜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 隔离观音